今天给大家录一个紫米饼啊 这个紫米饼特别特别好吃 我们家孩子特别爱吃 所以呢今天刚好做就录一下 那么这个紫米和糯米的份量呢 大概是 就是 紫米是糯米的一倍 我这个呢 糯米会稍微多一点点 这次放的 紫米是放了两碗 半吧 两杯半 然后 糯米放了一杯半 一般情况下就是 一倍的料 两杯紫米 一杯糯米 大概是这样子 反正都差不多了多少 然后呢 糖和炼乳 糖是我吃40% 然后炼乳是20克的炼乳 然后把这个像蒸米饭一样 把它蒸熟 然后我们来做面团 面团呢 就是500克的面粉 30克的油 然后是 40克的白糖 4克的盐 然后5克的酵母 两个鸡蛋 220克的水 清水 然后把这些混合起来 做成一个面团 然后这面团呢 它会比较稀 你就不管它 就让它这样稀着 这样发就可以了 盖上膜 让它发酵 两倍大 好了 我们的面 现在已经发到两倍大了 已经发起来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来包 把手上面抹上油 也可以戴个手套 也可以 不戴手套都可以 然后再抹油 抹上油之后呢 从这个面里 这个面是比较稀的 然后扯出一块面来 大概是手 手这么大的一头面 把它揉一揉 拉扁 拉扁之后呢 中间放上 蒸好的紫棉 然后扯着这个边 往中间盖 这个面 特别的软 基本上一扯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揉一揉 就这么好 把它做圆一点 用形状稍微好看 因为这个面很软 其实它后面都没有什么印 你把它扯过来 它就已经 就是都融到一起了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你做好 然后我们放到这个 刷好油的电面盛里 摆好 然后放在这个 刷好油的电面盛里面煎 这个油稍微多放一点 然后就这样 烧面煎成金黄色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现在煎这种 烧面金黄就可以了 然后把面煎熟 里面呢 这个米是稍微有一点甜甜的 然后那种 软软糯糯的那种 因为它是有糯米 然后外面这个饼皮呢 也是这种松软的 有一点点甜 反正这个我们家孩子 都特别爱吃 可以试一下